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猜怎么着 这三门功课的成绩加起来都没有我的血压高呢 那是低了点 怎么着 哪门课最不理想 作文呗 得了个零分 零分 其实啊 这老师我觉得也太不近人情了 我的儿子在整篇作文里只写错了一个字 结果判了个零分 你就是太不公平了 一个字就判零分 哪个字写错了 他就是把这个共产主义的列祖列宗的列字 给写成了恶劣的列了 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列祖列宗 那人家也没写错 大实话呀 行 别说我儿子了 说说你儿子高考怎么样 我儿子高考非常好 作文拿来都满分 满分 作文题是什么 谈中国之崛起 谈中国之崛起 这个题目可够大的 他很能写呀 没有 我儿子一共就写了八个字 就拿了满分 八个字拿了满分 哪八个字 谈中国之崛起 八个字 每晚七点打开电视 今日一种由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引起的肠道疾病 在德国出现 并逐渐蔓延至多个欧洲国家 引起各方关注 这大肠杆菌这么厉害呢 平时不吃地高油 现在抓虾了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感情咱中国人平时吃地高油 到吃出免疫力来了 不仅是地高油 中国人平时吃的各种有毒食品都没白吃 中国人锻炼出了超强的免疫力 所以我跟你说 就算以后发生了生化战争 中华民族 那绝对是毅力不倒 不战而胜 咱真得感谢党和政府 让咱吃了这么多的有毒食品 跟你说 中央领导在下一盘老大老大的棋 明白吗 越南副总参谋长叫嚣 如果中国武力夺取西沙群岛 越军将从广西陆路直倒北京 太自不量力了这越南人 我说也是 这越南军队哪打得过咱中国军队呀 哪用得着出动军队呀 你是说 神话战争 更用不上了 我跟你说 首先我就对越军能否负担得起 从广西到北京的过路过桥费都表示怀疑 越军一旦踏入广西境内 他们所携带的军下将被广西的交警发个金光 进了成为越军将受到我们英勇善战的城管的樱头痛击 打得他们照不照北 如果侥幸还能活下半条命呢 那就用各种有毒食品吃的他们是上吐下泻 痛不欲烧 如果侥幸还活着呢 我们就放他们进重庆 让重庆人民高唱红歌震死他 王秘书怎么还没来呀 回来回来 大会开始了吗 王秘书你怎么刚来呀 还有十分钟大会就要开始了 你怎么来这么晚呢 别提了 今天早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和黄书记都被劫持了 正想怎么脱身的时候 我的闹铃响 我起来正准备穿衣服 突然想到 如果我走了 黄书记被杀了怎么办 我不能扔心他不管呢 于是 就又躺下睡了一会儿 那我挺仗义的 那是 黄书记平时对我不薄 我不能忘恩负义呀 对了 刚才生委来个电话有个通知 让黄书记给权势党员传达一下 你给打出来吧 是吗 那快 你帮我念 我来打字 好 要 要充分发挥小组作用 以小组为单位 积极开展 致富增收 下面 传达一个省委通知 是 要充分发挥小组的作用 以小组为单位 完全可以 放开手脚 没有必要再偷偷摸摸的了 谢谢大家